医生叫男人打冰后 赶紧解开了秀珍和允服身上缠绕的胶带 这一天对秀珍和允服来讲 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在他们还经格未定之时 去听见了警察的声音 吓得他们赶紧从地下室逃离了 警察怎么会找到这里呢 原来秀珍的二妹被这养母私自报了警 而接到电话的局长 立马通知了警察去寻找允服 而跟他一起同行的小警员 此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据他调查 医生的母亲已经去世 他怀疑那个用这个号码打电话给医生的应该是秀珍 于是他们申请了追踪这个号码 就一路找到了这里 本来四处的窗户盒门都被男人锁上了 他们还在摸索着寻找线索 可是板砖杂中男人的声音立马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两人立马暴力砸碎玻璃进入了房内 之后二人分头行动 当警察看到这一切 觉得允服可能已经被秀珍他们带走了 而男人可能也是被砸玻璃的声音唤醒 居然手拿锤子走了上来 直接向落单的警员砸了下去 警员被撂倒后 马上又是一吹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开了空枪他才助手 可是他还想继续拼命反抗 欲再次将锤子砸向警员 警察这次直接打在他的腿上 男人起来后挣扎着逃进了一个房间 警察则让警员请求支援 告诉他先别私自行动 自己则出去追赶袖珍他们 此时的男人血流不止 自知无路可逃的他 打着打火机点燃了油桶 此时的他只想回到小时候 变成一个安静干净的乖孩子 这样妈妈就不会死 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很快火石瞬间蔓延整个屋子 紧接着前来支援的警察也很快赶到了 警察这边由于得到多方的支援 很快接到消息说发现了可疑车辆 于是紧急前往车辆地点 刚好拦住了医生的去路 医生见状猛打方向盘 撞下了一旁的施工路牌 警察赶忙冲上前去 却发现车上只有一生一人 当然对医生的询问也是徒劳的 根本不能获得任何关于秀珍母女的线索 而此时的秀珍母女早已中途下车躲进山里 奔着寺庙走去 他们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这里 却被大师以不接待女施主为由 拒绝了他们的留宿 可秀珍讲到像20年前一样 我做108扣手 是不是就可以留下了 原来20年前秀珍就曾来过寺庙 因为当时青春叛逆的她 不但痛恨自己的生母 也讨厌自己的养母 想要却成员来这里修行 但现在那个痛恨母亲的女孩 却自己当上了母亲 大师欣慰地笑了 于是将秀珍安排在了一个客房里 并嘱咐到尽量不要打扰其他施主修行 言外之意就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她来过这里 警察这边也逮捕了正在收拾东西 还准备跟男友远走高飞的身影子 直到此刻之前她都把自己的幸福 寄托在一个不爱她的男人身上 也是挺可悲的 但是可气的是 她向警察询问的第一句话 就是她的男友怎么样了 而不是自己女儿的安危 这是多么自私的一位母亲了 警局也为这事专门成立了重案组 全面分析秀珍可能逃亡的所有路线 很快分析出 如果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要在山里过夜 很有可能会游宿在了寺庙中 于是天刚亮 警察就来到了这里 由于其他人没有见过秀珍母女 警察从这里也没有打听到任何线索 之后大师进来让他们吃完斋饭再走 自己有事要去办 其实大师是想趁他们吃饭 这个时间送秀珍母女下山 但警察也不是吃素的 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 马上开车下山追赶 并通知各路警方拦住僧人的车辆 很快就接到消息 已经成功拦截一位僧人 但是车里还是只有大师自己 在警察的审问中 大师早已想好了下山的借口 警察也无可奈何 其实大师是知道 允福不是秀珍亲生女儿的事情 只是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吧 应该是觉得秀珍此举是善意的举动 就帮助了她 此时的秀珍早已坐上了旅行团的车 允福看到愁眉不展的秀珍 要她开心一下 因为这样会显得格格不入 这时秀珍才意识到确实是这样的 可正当他们登上了观光的邮轮 欣赏着远处的风景时 两名警察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